就這里 長漢大堡 枝高精的老榕樹 就是你們常常看到這個地方 可是不知道在枝高精 看得到齁 我帶鈴鐺來 所以我會聽到鈴鐺的聲音 不是僵士的聲音 然後今天 現在要來測試這房鞋 這不用沖襪子 然後 有護紙的 拿鞋底 還不錯,抓地力應該蠻強的 來爬山就知道他好不好爬 不好爬的話就是 很容易滑倒 我是穿了幾天 然後這張鞋子我自己有改過 改魔術鞋帶 比較緊一點 他之前的鞋帶是黑色的 我不是很喜歡就把它拆掉 然後自己有黃色鞋帶 頭也比較不會那麼大 頭小小的而已 可是自己改的 然後這雙鞋子 好處就是說鞋底 有排水碩屍 有排水的色種子 然後銀馬祖如果不受穿的話 可能再去買一雙回來改 馬祖繞進 穿這個我喜歡穿透氣一點鞋子 就是他很透氣的 就不用穿襪子 哈護紙這樣 這是基本的原則 你也會瞧到 你看到 等一下找個地方來做個捲腹運動 可是這裡沒地方可以幫我做 有的地方是在路口處的地方 還是在這裡做 你只要被踩到就好笑了 這是銀水橋 好安婆那個挑戰路線 風景是不錯的 他只是比較難走的地盒而已 但是難走可以訓練一下 這個 日據時代就有的 到現在 這期 原神種的連霧樹 你看我這時候 飛家日來都沒有人 其實我在山上 挑這種沒有人的 可是都有狗跟我一起走比較好玩 前面那裡應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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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製高徑的水 滿清澈的 你看下面還有那種水草 大一片水草 順著水流的方向走 這裡應該就是 應該是銀水橋過來 剛剛那個人家住民的地方 住民錯了 他住民那個在過去 那裡有沒有 那邊也是有個路可以上去 可是 這裡比較有挑戰性 知道嗎 這樣你們懂齁 其實也還好 你看 我還沒有拉繩子 這邊有繩子讓人家拉 可是我沒有拉 我還拿攝影機 這個如果說 天氣炎的時候 土比較乾 要注意一下 如果說你們鞋子 爬坡能力不太行 這雙泡坡還不錯喔 那裏風景不錯 那裏風景不錯 我來拍給你們看 看今天天空有難的 會喘才有效 你看 我們拍照的時候被人走,太平洋掉下去 你看 這是砲台的,這是砲台的 繼續上去囉 我拍個一鏡到底的好了 那邊還有一個地方,是可以看房子 我今天應該會爬個兩趟 下一趟我就不錄了 這邊又有人來爬山 嘿,你好 我這裡風景是不錯的 很棒 這樣子臉看起來比較亮有沒有 這個都廢居的 營區 這個可以放起來,下面空氣很糟糕,比較興趣 因為我有放起來過,所以我知道 現在的年輕人 像剛剛那兩個是長輩 現在年輕人 不行啦 沒辦法走這種路,人家還可以走 為了健康他們會走比較不好走的路 之前我在這邊都是亂走 但是你們不熟比較不建議 因為天氣熱,像這個時候天氣熱 有蛇 有蛇啊,知道嗎 人越少人走的地方,蛇越有機會出現 我今天正拿景掛飾的腳架出來 因為他比較短 因為這裡有個地方是可以看風景的 這裡拍起來 人就比較OK的 比較不會 臉就不會黑黑的 我上次爬到那個 人家在蓋的大樓那邊出來 那地方沒有路 差別人還高 所以我建議你們這樣 繼續啦 下次拿操場的自拍棒來拍 效果可能更好 152公分的長度 然後還有 可以立起來還有腳座 剛剛地圖上面說 走這一條 可以到那個 小 渡橋的 在過去兩個渡橋出口的地方 可是這裡很好走 沒有難度 所以我不走這一條 那是老若婦孺帶走的 我都帶了狗 這樣到處亂走 可是這裡沒有我 我認識了流浪狗 就沒辦法帶出來走 台中已經到底了 你們比較不用看太多端 你們可以暫停一下 再看 這三級 其實爬上來大概十分鐘左右就到了 我爬上去到底 休息一下 再下來再上去 那邊有剩幾個 可以讓人家爬